曾施主 曾这儿呢 继续 接着 快 快 撤 但是蟹羽掌门恩将仇报 望恩负义的功夫 恐怕无人能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试试 试试 谢了 杨威 来吧 杨威 来吧 在下便以着梅之卫兵人 领教华山 昆仑两派的高招 这 复生无量天尊 西华子道长 皇口小儿 你好大的口气啊 敢敢不把我昆仑和瓦山派的功夫 放在眼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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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为你 不利 啊 我 别 你们舍不得 你们下手 我可要下手了 老少人 赶开我 熊花子 快退下 你 赶快退下 师父 这正反两仪的招数虽多 终究逃不出太极阴阳两仪的道理 弟子看着四位前辈招数精妙 厉害之处就是在步伐和方位 您说对吗 你眼光倒是不错 能够看出前辈们功夫的精髓所在 师父 咱们峨眉派的四象掌 园中有方 阴阳相成 天地阴阳 方圆动静 似乎 比这正反两仪之学更胜一筹 您说对吗 对 是这个道理 可是 也得看两位前辈的功夫 和他的修为 弟子猜想 匹琴先生下一步 便要前往闺妹位了 罢头 峨眉派的臭丫头 你是这小子什么人 一再地维护她 吃力耙外 我昆仑派不是好惹的 师父 我 芝若 别再问了 你也听到 昆仑派是不好惹的 是 师弟 你下手轻轻点行不行啊 我看的是他不是你 别说了 别人脱手 去 快 这臭小的武功这么高 骗了 骗了 你 怎么了 两位前辈不必惊慌 金蚕蛊毒虽然入肚 但只要不运功 毒素在六个时辰之后才会发作 待今日仪式了结之后 晚辈定当设法相救 你 这金蚕蛊毒 天底下恐怕只有他能捡 不能杀他 天底下 曾少侠 智勇双拳 我昆龙派 服了 走 快快快 我额眉不服 接招吧 今日咱们是剿灭魔教 并不是比武争胜 诸位师妹 大伙齐上 拦住这小子 让他不得取巧 乖乖地跟师父叫了真本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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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师妹 这该不该拦在你 该不该让也在你了 不是 是 啊 。 你 查 哈哈 对 好 怎么这么累啊 你看 周师妹 这小子果然对你不一般啊 现在只有你手上有剑 你却站着不动 难不成你希望师父被他打败吗 师父 我 你敢欺识灭族 走 这 这怎么回事 这怎么回事 没事 周姑娘 桂派的宝剑 请转教尊师 子若 你已经把他给杀了 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师父 还认自己是峨眉弟子 你就已经把他杀了 师父 你想违抗师命 你赶快把他杀了 赶快把他杀了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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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当什么 快杀了他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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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如果你真的快死的話 我就更不能見死不救了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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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送他 就让老夫来接你几招吧 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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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前辈 你要杀他 就先杀了我 妖女走开 别在这儿也是 小赵 小赵 你 你怎么样了 幸增的 你处处袒抬魔教 我就先解决就你 小巫人 宋大侠 宋大侠千千君子 天下无人不服 可没想到你却如此足宝 请对一个弱女子下手 废话少说 看脚本 你这么伤口 你还没想到你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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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今日之事 我武当派已尽力 想必魔教气数未尽 才会半路杀出这么一个奇怪少年 代州少年伤愈之后 我武当派会卷土重来 到时候再决胜负 优帝 优帝 姓曾的 尹丽廷跟你无冤无仇 我若再伤你 便枉成侠义儿子 但是我跟进姓杨的 夺妻之恨 祭天经抽 一定要报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酸 绝不让可怕 再上名叫一人 杀了你六弟 快点 六小强 你红外 你 过去 杀了活吧 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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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无极啊 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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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活着 无极 真的是你吗 乌鸡 乌鸡 是我 我是乌鸡 小孩子 乌鸡 乌鸡 杨枪 你这个诸葛不如的银贼 今天我就要杀了你 给小福报仇 六弟 六哥 六哥 六弟 住手 你是谁 季晓福是我娘 你要是真的想替我娘报仇的话 就去杀了这个老太婆 他才是杀害我娘的凶手 我姐 你说什么的 就是这个老太婆一掌打死我娘的 胡说 我说的千真万确 那日在蝴蝶谷中 这个老太婆让我娘去杀死我爹 我娘不敢 他就一掌打死我娘 当时我亲眼所见的 当时我季哥哥也在场 你说不信 你就亲口去问问他 师太 他说的都是真的吗 没错 季晓福是我亲手打死的 他欺世灭祖 亏我峨眉声誉 还死性不改 生了一个孽种 殷留侠 我是为孤雀你的面子 才不告诉你的 他爱上了妖人 进了魔教 你还对他念念不忘 有什么值得呢 我 我不信 我不相信 你要是不信 你就问问 他叫什么名字 我叫杨不慧 我 我信 这不是真的 六弟这不是真的 有事 有事 有地 有地 啊 黄畠 杨左使 这是乾坤大挪依新房 杨潎不能拿 清算阳教主在遗书上 已经写得很明白 乾坤大諾依新法 由謝遜掌管 日後交給新任教主 所以這份新法 理應由教主您 來掌管才是 楊教主一世英勇睿智 僅因夫婦之情而走火歸天 倘若咱們早點拿到遺書 哪來今天的一敗土地啊 都是因為那個成坤 他早在數十年以前 就已經處心積慮地 要毀掉明教 雖然他是謝遜的師父 但他為了報仇 不惜對自己的徒弟 下意毒手 此人功於心計 城府頗深 天網恢恢 疏而不漏 成坤這惡賊 終究命喪應也亡掌下 他造了那麼多的孽 就這麼死 太便宜他了 就應該千刀萬刮 再讓我吸乾他的血 不過大家因為這件事情 兵釋前嫌 重新團結起來 也算是因禍得福了 小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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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為什麼 為什麼 小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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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呢 小福 你在 在呢 小福 你们 你们是什么人 诸位可是少林派的 在下 在下武当派 一离婷 你们认错人了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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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禀教主 那些妖魔小派 看国门竟被大火锁烧 无声狗头 已经下山去了 太好了 之前情急所迫 我才暂涉教主之位 如今未及解除了 还请大家另选教主吧 咱们名教上下 为了这个教主之位 拼得你死我活 现在好在我们都幸福于你 你却推辞 那教主 你还不如重新选一个人 来当这个教主吧 我周殿有言在先 除了你做这个教主之外 我谁都不服 如果教主不肯担此重任 只怕名教以后 又要回到以前的局面 大家自想残杀 大起内侯 教主 难道您又要来一次 设神相较不成 人造成 相达不得 还不得 还不得 基于 担心 也不愿意担当 不知是哪三件 请教主明示啊 本教给人视为歪魔邪教 虽说教外之人 不知本教真相 但本教人数众多 难免有害群之马 不知检点 行为放纵 滥杀无辜 以致残害本教声音 这第一件事情 就是从今以后 人人必须严守教规 行侠仗义 扬善除恶 本教兄弟之间 必须互助互爱 情同手足 绝不能私相争斗 偶尔吵吵架可以 但绝对不能动手 还请冷谦先生 担任刑堂执法 凡有违法者 一律出于中刑 即便是本人的外公 舅舅等尊长 也无例外 好 说得好 是是 好 说得好 本来就该如此了 冷谦奉令 至于这第二件事情 说起来比较为难 就是本派与六大门派 积怨已深 双方互有杀伤 但是从今以后 我们要既往不救 兵事前写 绝不能再去寻仇 那要是各大派 无事生非 来找我们茬儿呢 那就随机应变 如果对方一再进逼 我们当然不能束手待毙 各位的宽宏大量 实在是武林之福 众生之幸 这第三件事情 便是奉杨教主 移命而来 他去世以后 教主之位 由我义父谢迅暂时担当 我们事不宜迟 这就去接我义父回来 由他担任教主之位 然后再设法巡回圣火令 到时候 我再退位让写 各位可不得有意义啊 我们群龙无首数十年 好不容易得到你这么一位 智勇双权 仁义豪侠的教主 日后万一本教中有一个无能之辈 无意中捡到了圣火令 难道还要让他来当教主不成 就是 教主 那封遗书是二十多年前写的了 当时与现在的局面大不相同 金毛师网我们固然要去迎接 圣火令我们也自然要去寻找 但是若让旁人来做本教的教主 恐怕我们很难协复 前教主一命绝不可违 如果大家不能答应我这三件事情 那这教主 我还是不当了 这 这 这 哎 遵命 是 我们都同意 哎 哎呀 好 那便请杨作使传令下去 五星期吩咐各地 召集分散的教宗 传达方才约定的三件事情 是 那我们并分三路 一路人留正光明顶 重建教台 一路人分别前往六大派掌门居处 表明只占修好之意 哪怕不能划敌为友 也当止息干戈 剩下一路人 便随我一起出海 找我衣服 好 好 谁 小赵 公子 你怎么来了 我不是让你跟着外公留在光明顶吗 公子到哪儿 我也要到哪儿 不行 这一路上危险重重 你还是留在光明顶比较好 公子我不怕 不怕的 你就戴上我吧 好了 好了 你先别这样 我让你跟着就是了 真的吗 谢谢公子 好了 小赵 你不要耽误我们大家时间 跟我们一起走吧 走吧 走 六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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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王 六叔 请接 怎么会这样 六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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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啊 六叔 尹六叔 你觉得怎么样 我在哪儿啊 嗯 吴槿 你在山下身受重伤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还记不记得是怎么受伤的 有 有三个蒙面人 我看不清楚他们是谁 但他们使的 一定是少林的功夫 我已经表明了圣人 但他们还是围攻上来 我最久中午 无力抵抗 被他们的大理金刚之所伤了 少林与武当无冤无仇 为什么会下死毒手 我也不知道 六叔 你先别想了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你先休息吧 啊 我 我 你也没有想到 你不想到教练 我有了 有了 我 你不想到我们的那个大理人 派的大力金刚之 折断了手脚巾骨 我爹娘 也是觉得有愧于三十波 才会自闻身亡 可如今 六叔又遭死劫难 如果找不出罪魁祸胜 又怎么对得起他们两位 还有死去的爹娘呢 此事不难 既然对方用的是少林派的武功 那我们就直接上少林 让明教为你六叔讨个功当 如果少林派 肯交出凶手 自然再好不过 可这不是让少林派 和明教对着干吗 我才刚下令 让兄弟们别再寻仇 结果这件事 闹到自己头上来 我又怎么能坏了规矩呢 教主真是心地善良 不用担心 此事是对方挑衅在先 我们都是把事情 问个究竟而已 来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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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这样 小枫 小枫 我真的好苦啊小枫 小枫 小枫 你别这样 我都不认识了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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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再看那个信仰地走了 你答应我 小枫 小枫 你答应我 小枫 小枫 你答应我好不好 好 嬴 Special 你是人 Organ 你认错人了 小枫 小枫 嬴 simple 我幫你擦一下好吗 小枫 我 这么多年了 我找到你好辛苦 我找你找到天涯海景 这情形艰难 你终于让我找到了 你答应我 不要再离开我了 快 不要再离开我了 你答应我好吗 好 好 我不离开你 现在我去给你拿药 给你拿回来乖乖地吃 好不好 好 好 小福不走了 小福不走了 不会再离开我了 不会再离开我 好好好 我不离开 我去给你拿药 教主 事不宜迟 我们应该赶快上少林 小福不离开我了 师父喝茶 刚才 你为什么要先回房间 弟子不太饿 也吃不了多少 所以先回房间休息了 是不是 惦记着那个小子 所以食不下咽 你是想跟你纪师姐 当年一样吗 弟子不敢 你知道 你纪师姐 是怎么死的 纪师姐 是被师父一掌打死的 当年 你纪师姐 误入歧途 爱上魔教妖人 而且还死不悔改 是魔教的人把他害死的 你觉得 我杀他有错吗 师父没有错 你以为 师父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师父 我 不必说了 如果你真的不想 跟你的纪师姐一样 误入歧途 就必须答应我 如果再见到张无忌 绝对不能手下留情 弟子不敢以为师命吗 为师就不明白了 以你的功夫 怎么就刺偏了呢 师父 算了 那个小子的出现 是非我能预料 但是师父也不瞎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那个小子对你有情义 这样也好 下次再见到他的时候 你可以趁他没有防备 杀他个措手不及 师父 他 很若 你想违背师命是吗 弟子只是觉得 张无忌 既非魔教中人 我们是否可以饶他一命 看他那天在光明顶的表现 他根本就是魔教中人 他所有的亲人甚至义父 都是魔教的人 他的身上就流着魔教的血 他能是好人吗 掌柜的 可还有房间 我们想留宿一晚 好 楼上请 宋伯伯 宋伯伯 周姑娘 原来峨眉也再次投诉啊 植若 宋大哥 师父 方才在下面 遇到了武当派的几位大侠 他们特来拜会 见过师太 你们不是应该在光明顶 和张无忌 闲话家常吗 师太 你们武当有这么一号人物 可真是百年修来的福分 师太 武忌本性善良 他维护明教 只是不想看到无尽旨的杀戮 我想经过光明顶一战 明教会心存感激 听从武忌的话 就此走上正当 我倒想看看 是魔教追随张无忌 改邪归正 还是张无忌跟着魔教 同流合污 称霸天下 若真有这一日 我一定会昭告天下 这一切 都是拜你们武当所赐 师太 您不能以偏概全啊 张无忌一人所作所为 不能代表我 补乡为谋 送客 芷若 是 芷若 我 师太 请收 多说无意 爹 芷若 芷若 你醒了 饭菜刚做好 快尝尝合不合胃口 不回 姑娘 怎么 不叫我小芙赖 我全都已经想起来了 小夫他 小夫他早就已经走了 你虽然跟他有几分相似 但你毕竟不是他 我之前对你多有冒犯 对不起 没关系的 你能好起来就好了 我能求你帮个忙吗 当然啊 你尽管说 杀了我 什么 我现在 我现在说 你contavol许 你 还说 你 我曾经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吗 你闹够了没有 逆子 你怎么能这么说无忌 他张无忌正邪不分 更是害我们武当成为魔教的帮凶 为了武当的名声 就算豁出去我这条命 你再做不起 够了 你要对付张无忌 根本就不是因为他护着名叫 而是你妒忌周知若喜欢他 你竟然为了情爱这两个字 不顾头门之情 在这里喊打喊杀 你太令我失望 我看我们还是尽快离开这里 免得 你再干出什么措施 宋大侠 宋伯伯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武当山传来消息 需要我们尽快赶回去处理一些事情 那保重 告辞 请说 大哥 大哥 各位英雄 我家主人素养武当威名 想请诸位到府上一聚 请问你们是哪个门派的 我们无门无派 不过少林 空童 华山 昆仑等四大门派的掌门人 都已居于主人府中 也请宋大侠赏光前往 如此后客 不知你们家主人尊姓大名 主人一向行事低调 他在江湖上并无几人知晓 这个吧 我想宋大侠也无需知道 本人从不结交无名无姓之人 何况我们还有要事在山 术不能前往 我们想离开 谁也阻止不了 主人请客 谁都别想离开 宋大侠请吧 怎么回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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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叔 快 快回去 请我们的人前来救助 快 是 走 师父 师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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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也浑身无力 内力尽失吗 没想到 一时疏忽 竟是着了奸人一道 谁 晕了吧 这堂堂的武当和峨眉也不过如此嘛 是吧 二哥 这在饭菜里面下了十箱软金散 也浑然不绝呀 师太 你们 我们家主人就知道他们两派最不是台阶 也只好出此下策 请他们走一趟喽 来吧各位 怎么的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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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你 走 走 快点 快点 走 快点 快点你 冰箱子 先来 走啊你 听不起来 这帮元兵竟敢光天化热欺辱百姓 快点 小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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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人给我放了 你们是活腻了吧 来找老子的麻烦 如今天下盗贼四起 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 不懂得体恤百姓的官兵闹出来的 哟 小相公 口气还不小嘛 一个火口都别流 好剑法 别担心 别担心 人过来 过来我就杀了他 走 别走啊 我们教主跟你说话呢 已经见 你哪儿那个腿呢 吓跑了 带我捉了回来 给教主问话 算了 看这位公子和八位猎户 能如此利落赶走援兵 当真侠义 不要冒犯了 更何况他们的武功之高 也不是说篮就来得住的 公子 教主可看仔细了 我可是看那位少年公子 是女扮男装啊 而且那八位高手 对他是如此尊敬 不知是何方神圣吗 看他们的身手 也不知道是何门何派 他们不是中原 任何一个派系 他们是蒙古人 也不知道倚天剑 怎么会在他们手中 你们都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是温情最新 你们吃吧 我这儿有一些衣服 你们拿回去穿 杨雄啊 你说 令爱她人美心善啊 在咱们明就 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小美女 但是吧 要是跟刚才那位 红衣女孩比起来 那可就差远喽 我也这么认为 是吧 而且教主 如果那些人能加入明教的话 那会更好 对呀 因为他们的武功水平 都在五彩人之上 我说杨小 你说的是人话吗你啊 什么叫在五彩人之上啊 生气了 我就 又脸都红了 我生气了吗 我脸红了吗 周兄 周兄 人家杨左使呢 是故意在击你生气呢 我知道 我知道他故意逗我 我逗他玩呢 杨小 比试一下吧 来 你打我 不用了 来 你赢了 知道输就行 你看 苍茫而逃了吧 这些你们拿着 爹说休息一晚 再继续赶路 这客栈里的条件 有些简陋 你就将就将就吧 是我拖累大家了 你别这么说 无忌哥哥 教主都说了 现在呀 照顾好你 才是鼎鼎重要的事 那 我先去看看饭菜好了没 你休息吧 老闆娘 你知不知道 现在这个时辰 还有哪家医谱开着呀 杨姑娘是吧 已经有人托我买好了 是谁托你妈的呀 吃饭了 来 怎么样 好看 我是说 这个粥挺好喝的 其实鹰豆侠不必这么破费的 我看你将自己随身带的衣物 全部分给了那些百姓 现在应该没得换了吧 可爱何神 而且还都是我喜欢的花色 只是你不必这么对我 以后也不要再这么破费了 我这一路都托你照顾了 我能做到的 就是给你买这身衣服 算是报案吧 鹰六侠其实不必这么说的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应该赔罪的是我才对 你又没有得罪过我 何来赔罪之说 因为你母亲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大可不必如此 我母亲有负于你 如果她还在世的话 她一定会嘱咐我好好照顾你的 感情本就不应该勉强 你母亲没有错 你更是如此 所以你不需要补偿什么 如果是因为这样的话 我不用你照顾 你走吧 我رب身手 我 800 5 5 7 6 7 7 7 8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昨日打败援兵的射箭高手啊 还真是啊 张教主 我家庄主仰慕各位英雄侠义 特派小人在此等候 邀请各位服装上引查歇息 看来他已经知道教主的身份了 多礼了 不知两位高姓大名 在下赵遗伤 在下前二拜名 你这名字一伤二败 这能是秦爹起的吗 不知贵庄主如何称呼啊 陛下姓赵 归名不敢下来称你 直呼归名 不掩饰自己的身份 看来很有诚意啊 自从昨日见到几位的身手 自从昨日见到几位的身手 就心中不由想要结交 没想到今日在这里相见 只怕我们人多 有点不方便吧 张教主 千万别这么说 各位都是出世英雄 我家庄主心仪已久 今日路过碧地 自然当奉上水酒三杯 聊今地主之夜 教主 去会会吧 这样也能打听一下 倚天剑的来龙去脉 但万事要小心 既然如此 张某就确实不公了 有请各位 这阵阵 我周某人果真是有面子啊 万一要是打起来 你可要对得起这阵仗 什么叫打打杀杀的 我们是来喝酒的 便良赵敏 在此恭候多时 赵庄主 明教各位英雄 明教各位英雄 今日驾临绿柳山庄 当真是彭壁升辉 张教主 杨左使 殷老前辈 为福王 请 等等 不对吧 我是小美女 你怎么会知道 她们叫什么名啊 明教各位英雄 明满江湖 无人不知 那也不对吧 你又没见过她们 怎么能一一对拳呢 见过吗 见过吗 没见过吧 周英雄你见笑了 近日光明顶一战 张教主 率各位英雄 以绝世神功 打退了六大派 轰动武林 各位的英姿 早已记在了 小女子心里 这一路上 不知有多少英雄朋友 仰慕接待 小女子既是仰慕 又怎会不知呢 你也认得我 那当然 五散人的名号 在江湖上 也是响当当的呀 那倒是 那倒是 怎么不见殷堂主 和彭英雄他们 他们留在一处休息了 放肆 叫你们好好款待 你们就是这样 对待我的贵客的 还不去 把人给我请过来 若有不周 我以你们试问 是 不有劳赵壮主了 还是让他们自行歇息吧 杨卓使 未免也太小心了吧 其实是因为 我们在路上遇到英六叔 他身受重伤 不便饮酒劳顿 所以让其他人照顾他 未能复业 还望赵庄主见谅 既然是如此 那也就不勉强了 那个 一伤二败 他是怎么伤的 怎么败的呢 还不报上名来 在下孙三辉 李四崔 在下周五叔 在下五六坡 在下整齐面 在下王八帅 这是 名字不错啊 特别好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 这个王 这个八特别好 周英雄你见笑了 各位请进吧 行行 进吧 这名字一个个起得这么吉利 真是匪夷所思 看来这个赵敏不简单 不光能认清我们每个人 而且还知道 我们留下野王殿后的打算 小心吧 怎么样 赵姑娘文武双全 佩服 这是我写着玩的 听说令尊是一代书法名家 更有银沟铁画之称 在张教主面前耍宝 可真是班门弄斧了呀 对了 待会儿我可要求张教主一幅书法 教主你可不能推辞啊 姑娘可别这么说 无忌惭愧 先父走得早 并没能继承到书法所学 张教主你不会是在谦虚吧 真没有 我自小便学一学武 偏偏没有学过字画 要我写字 就真的要我命了 好香啊 诗风龙井 杨左侍也懂茶吗 略懂 诗风龙井产于杭州西湖一带 群山之中 那里居此千里之外 这茶叶倒是新鲜得很的 果然是董茶 好客配好茶 也不枉我命人连夜奔马送来了 杨左侍 请 请 请 各位英雄远道而来 路途劳顿 酒菜已备好多时 请 小庄 请